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花廚房 今天我們要來煮九層塔炒蛤蜊 首先準備吐好沙的蛤蜊 350克 薑10克 辣椒1汁 蒜頭3半 青蔥1小把 香菇樹蠔油2匙 米酒3匙 水1Ⅲ兩米杯 九層塔20克 薑切成薑片 再切成薑絲 蔥 切成蔥段 將蒜頭的底部切除 再切成蒜末 2個 2個 鹹 辣椒 斜切 開中火熱鍋加入適量的橄欖油 加入薑絲煸炒直到香氣出現 加入蔥段翻炒一下 加入切好的蒜末持續翻炒到香氣出現 接著加入辣椒 稍微翻炒後就可以加入蛤蜊 翻炒一下 以畫圈的方式加入米酒 稍微翻炒就可以加入水 接著蓋上鍋蓋燜一分鐘 這樣可以讓受熱更均勻 當蛤蜊有開一兩顆的時候 就要趕快加入香菇素蠔油 快速攪拌均勻 這時候蛤蜊會逐漸打開 大約九層打開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九層塔 快速翻炒 快速翻炒 到九層塔都有沾附到湯汁就可以囉 這樣今天的九層塔炒蛤蜊就完成囉 每顆蛤蜊都很飽滿 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好香喔 趕快趁熱開動吧 蛤蜊飽滿又多汁 有著滿滿九層塔的香氣 醬汁很入味而且很鮮 跟在外面熱炒店吃到的味道一樣 超級好吃 配飯或配啤酒都很棒 而且做法簡單又快速 趕快試試看吧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